別醉了,旁邊是獸之巨人 沒錯,他看不到我 他可能只顧著打其他人 走路 一聽到這個那麼熟悉的音樂 當然就是玩RO 這次和大家玩的遊戲 就是RO仙境傳說新世代的誕生 這遊戲剛剛進行了一個大更新 還和進擊的巨人有一個聯動活動 那一天人類終於回想起 曾一度被他們所支配的恐怖 還有被囚禁於獵龍中的那份屈辱 其實和進擊的巨人的聯動活動是蠻好玩的 我們稍後就試一試 對這個RO仙境傳說新世代的誕生有興趣 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有連結下載 我就想說說新職業 首先就是弓箭手的二傳職業 女性角色就會有模樣 男性角色就是任由私人 如果你說我是男角色 但是想玩模樣怎麼辦 這次更新還可以變性 另外 魔法師的二傳新職業就是賢者 不知道會不會有大賢者 另外還有新BOSS和新地圖 現在我們進入遊戲看看新的二傳職業 其實之前新新都已經新增了這個多職業轉換 我就是在普隆德拉的中央水池旁 找到這個叫做摩爾托斯的任由私人 和他聊天就會接到後續任務 然後就要去克里桃拉學院 進行一個很簡單的支線任務 開啟職業轉換的功能 完成後就可以隨意轉換自己想轉的職業 讓大家看看現在我就是弓箭手 就可以轉職成為淫遊私人 淫遊私人就是男性角色 想解鎖不同職業就需要用這個特拉伏斯之書 就可以去水晶商人買 如果大家想改變性別 就像我原本在用女角 只要選淫遊私人就會自動變成男性 另一個新增職業就是模樣 而他就是女性的角色 如果要解鎖多一個職業的話 就要用兩本這個特拉伏斯之書才行 而且在這兩個職業之間轉換的時候 就會順便轉換性別 好了,穿完裝備轉個圈給大家看看 模樣的武器就可以拿這個流星邊 而且這套衣服真的很漂亮 不知道各位看完之後會不會也是跟我一樣 轉職就沒有樣 轉完職之後記住要加一些配點 如果想爛一點不自己想怎樣加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建議的加法 就有分獨奏流又或者合奏流 就視乎大家平時喜歡怎樣玩 技能如果不知道怎樣設定好 其實就可以用推薦加點 就有分獨奏流和合奏流 一看名字就知道玩法是怎樣 如果是自己選技能學的話 隨機應變一定要加到門 因為可以隨時停止我們在演奏的技能 安可就一定要升爆 因為可以減少我們演奏時所用的SP 剩下的點數我就會優先學好所有攻擊技能 無論單體和群體技能都可以幫到我們有更多的攻擊輸出 就實戰給大家看看 首先來個前戰投擇 攻擊力都不少 對著一大群敵人就可以用這個醜陋之舞 只要他們進入我們的演奏範圍就會自動扣血 當然這個時候你都可以用普通攻擊去攻擊它 又或者用其他不是演奏的攻擊技能去攻擊 能量摺拍這招群體攻擊如果你就這樣按 它就會向最接近你的敵人樓攻擊 驚聲尖叫這招還有控制效果 其實PVP的話這一招可能也會有用 試多一次這個能量摺拍 如果按住它就可以自己選方向 看大家到時戰鬥情況要怎樣用 轉為淫遊私人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們轉換性別的時候 還可以重新設定自己的角色的外觀 不用擔心整天同一個樣子會看到滿 造型就是這樣也挺瀟灑的 任務有私人的技能其實都是差不多 名字不同 以及裡面加的數值可能會有點不同 另外要留意的就是如果一個隊伍裡面 同時有私人和模樣 就可以進行合奏 這個時候大家受到的傷害會降低 好,到了起庸 就是這個和進擊的巨人舉行的聯動活動 那就要留意活動時間去到8月21日晚上12點 在這段時間每天下午12點到2點 以及晚上的8點到10點就可以玩到自由之戰 玩法一共是6個玩家 5個做人類,1個做巨人 看看究竟勝出的是哪一方面 人類一開始的技能就只有衝刺 其他道具就要在戰場上撿到才可以用到 可以扮演的巨人就有海之巨人 超大型巨人 以及獸之巨人 現在我們就馬上接個任務玩一下 開始開始,今次我就是人類 前面是獸之巨人,小心點 鬥一鬥路 我覺得盡量就要利用殘骸 去掩護我們行動,不要讓它發現 還有戰場上有5個警鐘 我們要敲在其中4個 再啟動炮台才有機會打下巨人 我們已經有個同伴找到其中1個鐘 不過要敲中一點時間 因為中原本壞了 我們要維修完 糟了,有巨人追我 這隻一定是奇行種 這些箱 打開之後就有機會拿到道具 不過現在我先走路 右下角最大的圖示範就是衝刺制 不過要時間去儲 慘,沒有血了 只剩下50多HP 不要醉,旁邊是獸之巨人 沒錯,他看不到我看不到 他可能只顧著打其他人 走路 走路 用個衝刺,讓奇行種抓不到我 我找到一個鐘 附近沒有巨人 快點維修 還有個QTE 行 等一個鐘維修完之後 我們就會敲鐘 好,搞定一個,還差一個鐘 附近會不會有道具 前面前面 這隻獸之巨人想做什麼 他是不是頭石 幸好不是扔到我 但糟糕了 糟糕了 快點 拿不到我的道具 是隱身藥水 算了 我們撿不到 他這麼貪心 看到獸之巨人還想拿道具 我走了 我先找些東西擋一下 救命 又被巨人追 沒血了,只剩下一滴 快點走 前面是最後一個鐘 突然間有隻巨人出現 沒有了,我這樣就死了 已經恐懼到沒辦法行動 有沒有人來救我 幸好獸之巨人不在附近 如果被他找到我的話 他就可以吞噬我 我就沒有機會再行動 朋友朋友,救我 救我,麻煩 獸之巨人看不到我 太好了 救我 麻煩你 呼血走人 我們已經有炮台 現在炮台在哪裡 不要讓他見到 先遮住 炮台就在前面 獸之巨人終於被我們打停了 如果你想了結他 就要衝到巨人那裡 這樣就可以斬他的後頸肉 去了結他 贏了 看看誰是MVP 給個讚 來吧 剛才我們拿到一塊記憶碎片 其實就要來解鎖角色事件 就要逐個逐個事件慢慢來解鎖 開啟了事件之後就需要和指定的NPC對話 一開始就是和艾倫 完成了一系列任務之後就會有些EXP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進來訓練商店這裡 用EXP去兌換不同的道具 我自己最有興趣換的當然就是冰掌的頭巾 以及他的清潔面巾 除此之外還有不同的巨人卡片禮包可以換 又或者外觀裝備 想拆 那我就繼續玩一下這個期間限定的自由之戰任務 今次更新不只有新職業 還有這個限時的巨人聯動玩法 有興趣的就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有連結下載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再見